很多人不認識香港足球 是因為他們收不到消息 我們可以做一個專業 或做一個Football Times 讓我們將更多香港足球消息發放 自從香港足球隊 在細杯外圍賽贏了兩場球之後 一時之間多了很多港足粉絲 但以朝過去 還有沒有人繼續緊貼香港足球呢? 結果只有他們兩個 和香港足球時報 看完東亞運決賽贏了日本之後 就多了一場看過 當時看紐卡蘇 因為我改了名字之後 結果奧雲之後 就看英超看奧雲的隊伍 奧雲因為改了名字 就開始留意奧雲和看英超 但對港足就沒有興趣 直至港隊殺入東亞運決賽 一夜熱血 都知道香港足球的入場人數是低的 也知道港大市民 都是因為那場是決賽 有機會欠金牌才進去看那場球 看完那場球之後 情況都不會改變 一直都知道 只不過我們的改變 就是香港足球真的不是那麼差 其實很多人都說 香港足球很垃圾很慢 技術很差 球都膠塞了 其實我覺得不是 如果是一個 喜歡足球人的角度 來看香港足球 其實不是想用足球那麼差 而看樂詩詩文文的Chris 就因為他去年 考完文憑市太閒 入場看球 不過迷上港足 兩個人因為中國足協 一張有層次海報 就決定成立香港足球時報 採訪拍片寫稿一腳踢 是對不丹那場 其實真的對不丹那場 例如有一場我們看到他掛紅旗 我們就去拍 做一些即時報道 還有如果有陣容 我們都自己做一張圖 我覺得我們專業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這些新聞都會自己做一些 會有一個清晰的標題的圖片 方便一些人分享也好 一看就錄過 都看到新聞也好 球員專訪一定是我們第一手 所以我們都決定要做 就連大台體育新聞 都未必及他們反應快 更新靈活 他們足球這團火 希望繼續傳承燃燒下去 九月對強國 港隊無得輸 希望多些人知道消息 多些開始入場 未來慢慢 可能經過今次世界杯兩場賽事 之後多些球迷入場 每一場的球都多些